您现正收听的是由谢涛播讲阿詹制作的听世界战国第五季各显神通 欢迎您关注谢涛的微博随时留意故事进展 在新浪微博上寻找谢涛微博 或加入听世界听友群群1 12130 6944群2 12130 6466 加入听世界与同好分享历史的精彩 听学行走 文化感悟 听世界 随着猛人赵武林王的死去 赵国失去了深化改革的机会 国力一直无法增强 在下一次提到赵国的时候 就和一个秦国的将军白起有关系了 好了 到了这个阶段 南边的楚国不行了 北面的赵国又突然不行了 所以在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 只剩下了东西两极 就是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齐国 齐与秦这两大东西强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是相互战斗还是握手言和 这就好比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 是选择和平呢 还是选择对抗呢 秦国当时的领导人秦昭湘王 选择了和平 当然这不是因为他想得诺贝尔奖金 而是局势使然 秦国要兼并扩张 必须从他的周边开始 也就是蝉食中原 把河南的韩味纳入自己的囊中 但是东方的齐国人 是不会听凭这件事情发生的 因为最后这会威胁到齐国的安全 所以齐国人必须干涉秦国的军事扩张 这就像当年苏联去搞阿富汗 美国人很不高兴一样 所以秦国人在扩张的时候 必须笼络齐国人 这也就是所谓的远交进宫的出行了 怎么样才能向齐国人表达善意呢 这回秦国人比较主动 秦昭湘王把自己的弟弟 派到齐国当人质了 并且希望齐国 秉着友好来往的原则 也派一个众臣到秦国工作 这里要解释一下 在战国时期 一个国家派自己信任的众臣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 担任要职 这是两国结好的表现 这也是为了促进 两国对外政策上的协同一致 当初赵武陵王向秦国派出楼环 向宋国派出求好 也就是这个意思 齐国这个时候的老大 是齐敏芒 算是比较有志向的 他也打算向周边扩张 目标就是吞掉宋国 他也害怕秦国人 会来干涉自己的扩张啊 所以也乐得和秦国人交好 这样一来 两个国家心照不宣 互相握手东西遥望 各自在家忙着开疆拓土 两个大国相互协调的结果 对各自都有利 但是吃苦头的就是小国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大国一妥协 必有小国吃亏 你想啊 平时相互不服气的大国 凭什么坐在一起握手啊 不就是为了弱肉强食 赚小国的便宜吧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听世界 西面的秦国派人来了 齐国派谁去呢 齐敏王就派出了自己的相国 孟长军到秦国工作 担任秦国的相国 以确保两国关系和睦 政策同步 这一年就是赵武灵王死之前的 第四年 就是公元前299年 但是孟长军他本人 是非常不愿意去秦国的 是打死都不想去的 因为这绝对不是什么美差 这是一个危险的 要脑袋的差事 道理很简单的 比如说 现在要派个美国副总统 到伊朗去上班 你说他愿不愿意去啊 一不小心 指不定哪一天就被人抱头了 这事摆谁身上谁愿意啊 不过没办法 在政治游戏当中 个人的意愿 是完全可以被抹杀的 齐敏王从大局考虑 非让他去不可 其实去也有去的好处的 被派去的人 不管怎么说 在最初的阶段 是被两国同时看中的 对于巩固个人地位来说 也是很有好处的 想当年 秦国派相国张仪 到魏国为相三年 促使秦魏两国结好 使两国利益双赢 张仪也因此立了大功啊 后来张仪在秦国 混不下去的时候 不最后还是回到魏国 去养老了吗 孟长军最后还是怀着 复杂的心情 到了秦国 满脸堆笑 并且笑尽给秦昭相往一件 胡白球 作为见面礼 什么叫胡白球呢 当时呢还没有棉花 有钱的人冬天是穿真皮大衣的 也叫皮球 不是踢的皮球 是球皮大衣的意思 没钱的人就穿一些 用瘦毛织的一些短衣服 比如羊皮小褂什么的 不过说起来都比现在穿得好啊 孟长军献的这一条胡白球 那就更不得了了 那是无价之宝啊 它是纯白色的 白色的狐狸 中国很难见到 只有往北走才会有 路太远啊 它一般很难溜达散步到中国来的 中国土产的狐狸嘛 虽然不白 但是有些狐狸的两边的割肢窝下面 有一小块白色的毛皮 这个就叫狐叶 孟长军献的这一条胡白球 那真是造孽了 它是拿了多少只狐狸 椰下的白皮拼凑而成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鸡叶成球了 在古籍《圣子之中》当中说 故郎庙之才 盖非一目之之也 脆白之球盖非一壶之皮也 意思是说 想盖起一座高大的建筑物 它的栋梁之才并非是一目的枝叶 而一个胡白球 也不是一条狐狸的皮能够做得成的 鸡叶成球这个成语 比喻的就是鸡少成多 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 胡白球这个东西 除了孟长军这一次以外 还出现过一次 那就是管仲年代 管仲他老人家 为了搞垮齐国旁边的一个小国 有意放出风声说 要高价收购胡白球 结果这个小国的国民 全部跑到山上去抓狐狸去了 没人耕田 这个国家就这么垮了 现在孟长军这个是第二条胡白球 你想想 这胡白球能不安贵吗 按照道理 那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穿的 不过到了战国时期 礼崩越坏了 有钱的人也开始穿了 当然得是那些超有钱的人 好比现在的一些富婆 贵太太 脑残富二代 都爱拿一些什么知名的包包 球皮的大衣啊 来显摆显摆自己 但如果和孟长军的这一条 纯白狐狸皮的大衣来比的话 那就相当于没人要的破烂产品 称交结合部的地摊货 正所谓没有显摆 就没有杀害啊 收了这件礼物 秦昭相往那是非常的高兴的 于是孟长军和他手下的门客 就在秦国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估计之一 yelled 童谷 屏幕 航ienst 估计之一 bending 但 4 感谢观看